因为有个消息传出 路透有个报导 北京要求万科、云地和金贸 等内房股买入恒大的资产 另外这几天也有说 有些基金在沽恒大的股票 也有人估计恒大有机会变国企 继续在吸纳他们的债购 恒大前两天一天升了8% 现在升了9% 如果真的选内房股 Jason你又觉得哪一只值得吸纳 我会走一个比较保守的路线 都是选择一些大资 还有国企背景 或者资产负债表 设计是低的公司 当中比如刚提过万科、云地 我都会考虑 另外688 另外如果再二线一点 但其实也不差 比如960、龙湖 或者刚提过金贸 这些我觉得都是好的选择 例如融创这一类 你又觉得是否都是比较 险中求成 如果是这一类 融的字很好 这些形容是相当贴切的 我不敢说这些股票是差的 因为如果整个 恒大财的问题是搞定 或者接下来楼市真的松绑 那这些跌得最多 或者可能杠杆是比较高的股份 它弹起来是会跑赢的 但问题如果你说 这个股市是向另一边发展 恒大真的爆煲 真的有个传染性 令到这些杠杆高的股份都是受累 那它有机会继续跌的 所以看看你的心态 是想高风险高回报 还是有一个保守 起码你买了下去都睡得着觉 大家的投资策略就不同